马来西亚的状态 有人就说了 我们现在好像跟这个2000年 台湾出现政党问题前的这个状况 有一点相似 甚至也有人说 现在的明年非常像当年的民进党 那13年前 当陈隋炼这个阿别 他代表民进党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呢 民进党他在媒体上 打出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文宣广告口号 叫什么呢 当时候的这个广告 打得非常的小 也非常的煽动 那个广告词是这样的 那个文宣的台词是 台湾第一次世界都在看 那当时的台湾啊 被国民党统治了整整半个世纪 民进党他就打出了台湾第一次的政党额级的口号 所以他才提台湾第一次 他说台湾如果他这次会变的话 会是台湾第一次的政党额级 他说世界都在看 那结果此次一点最后我们大家都知道 胜出了就结束了国民党超过半个世纪的执政局面 实现了第一次和平的政党额级 那其实民进党他们自成立以来呢 他们迎合了台湾民众那种不满国民党长期腐败啊 专制统治的情绪 还有你知道民众在台湾他们那个时候的台湾民众也很希望要求心 要求变的那种心态 民进党都符合了呢 他们也针对台湾政治社会当中的一些弊端提出了应对的方案 有人就说了那现在的马来西亚跟当年的台湾政治状况的背景很像 两地政治脉络发展也非常的相似 那所以就让人担心 马来西亚是不是也会步入台湾民主发展的后尘呢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有人说啊 在明年一些知识者心目当中啊 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的明年红卫兵的心目当中 明年领袖啊 就好像当年台湾反对派领袖 就好像当年民进党领袖的那种形象 神圣而不可侵犯 那有留意台湾政治发展的人都知道 当年民进党他们是在民意最高的时候上台的 在很多民众心目当中 民进党的领袖啊 每个几乎都是完美的形象啊 每个都成了众人的偶像 结果就埋下了民进党他们执政八年期间 出现种种贪污腐败的浮现 那在2000年台湾成功的进行这个政党轮起之后 陈水扁的形象呢 是来到一个空前的崇高地位 哇那个时候他地位非常的高 形象非常的崇高 甚至有媒体形容 形容什么呢 说那个时候的陈水扁 简直跟神是没有两样的 那陈水扁他就曾经一直在说 他说你爱阿扁 你爱陈水扁 就是爱台湾 你批判陈水扁 你就是反民主 而那个时候陈水扁常常是把这句话挂在口边的 那因为民众对国家领导人百分百的信任 最后台湾在民进党陈水扁这些领袖的管子之下 出现了严重的黑金政治 腐败的情况啊 甚至比他们当初所批判的那个国民党来的更糟糕 最后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 以打击贪污腐败的旗帜上台的陈水扁 他最后是在贪污腐败的罪名之下 那从台湾的例子或许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借鉴 不管他是谁 领袖也是人 他也可能会犯错 作为民众的我们不能够盲目的相信领袖 那欧宁姆之后虽然没有出现一些人所预期的政党问题 但是就好像我们很多次讲到啊 五国政党两千字的这个政治模式已经不能够逆转了啊 出现政党轮期其实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英文对我们已经看到脸生字了嘛 什么时候政党轮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谈到这一些 主要呢就是要民众同好清醒 我们在出现政党轮期的时候 要避免不让台湾出现政党轮期后 他们所遭遇的惨痛经历 我们看到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建议 我们不要犯上这样的错误 那这就好了 好 今天感谢大家收看新闻周刊 也下个礼拜三时间 我们再见